你见过这种捕猎方式吗 男子侧卧在冰面上 慢吞吞的移动 每移动一段距离 嘴里都要发出叫声 同时还要使用特制工具 刮蹭冰面 而这一切就是为了 让对面的海豹 误认为男子是自己的同伴 从而来靠近并不杀的 你见过这样的吃肉方式吗 一大片海豹肉放入口中 大口咀嚼后用刀切掉 这些肉是家里仅存的肉 他们需要把肉 给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使用 全家人都指望填饱肚子的男人 今天出去后能捕获到猎物 让全家人吃上食物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 走进北极的阴纽特人 看看他们是怎么捕杀海豹 也看看他们是如何 在零下四十度的北极顽强活下来的 北极的清晨 一片白雪矮矮 大地一片四季 海豹正在惬意的玩耍 难得的太阳 也让他们决定出来透透气 而我们的旺财在此时也刚刚睡醒 新的一天正式开始 岸边的阴纽特人早已起床 阿甘和妻子翠花正在为今天的打猎忙碌着 翠花为了让丈夫不受严寒的折磨 她打算用北极熊皮给阿甘制作一双手套 有了这双手套 阿甘才能在北极零下四十度的冰面 为一家人带回食物 家里已经没有多少食物了 如果再找不回食物 一家人只能继续饿肚子了 想到这里 翠花不由的忧心忡忡 手上的速度也明显加快 家里没有针线 翠花只能拿出自己视为珍宝鱼骨针 家里所有人的衣服都是靠这个鱼骨针缝制而成 如果鱼骨针一旦丢失 家人也就会挨动 而他使用的裁缝线就是动物皮筋 这样缝制出来的衣服穿几十年都不会烂 而阿甘也在抓紧时间制作鱼叉 用嘴含住带铁钉的木棍 他需要用这个给木头钻骨 不得不说 常年吃肉的阿甘 牙口是真的好 只有把这个带有尖口的木头尾部钻上孔后 安在木棒上就能制作出鱼叉 铁钉钻孔后 再用小刀 把孔径弄大一点 就可以再装上合适的木杆 简单测试感受下 一把新的鱼叉就做好了 临走之前 翠花拿出家里仅有的海豹肉 让阿甘吃下 他不想自己的丈夫出去干活 还是饿着肚子 同时也希望丈夫吃海豹肉 就肯定可以抓到海豹 全副武装的阿甘独自来到冰面上 这里静得可怕 放眼望去没有任何动物 但惊艳告诉阿甘 这里肯定有海豹出没 将鱼叉尾部系上鹿皮上 手上绑上北极熊皮 同时脚上也绑上 而这一绑就只绑一只手一只脚 戴上用木头的做的护目镜 阿甘顿时便哭不上 其实这种护目镜是为了防止 北极强烈的阳光刺伤眼睛 阿甘匍匐的在冰面寻找着海豹 没多久就在不远处 看到出来晒太阳的海豹 为了不惊动海豹 阿甘发出和海豹同样的叫声 等到海豹做出回应后 阿甘就侧握着前行 嘴里还发出海豹的叫声 每走一段距离都还要模仿海豹生态 接着慢慢移动一段距离 有时候也会用工具刮蹭地方 这样可以更容易吸引工海豹 可能此时的女 只被阿甘滑稽的表情和动作都想 不曾想 阿甘为了捕捕海豹 需要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冰面 区服前行三十多分钟 一般人在这种环境下早已懂伤 可为了家庭 这些苦对于阿甘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经过阿甘微妙微笑的叫声和神态 他很快就靠近了海豹 见海豹已经放松警惕 阿甘在猛然跃起 快步跑向海豹 奋力将鱼叉扎入已经逃回洞内的海豹 可能是皮糙肉厚的原因 这只海豹并没有抓住 辛苦工作半天 结果连海豹毛都没抓到 阿甘不免有点失落 还不时的弯腰看看洞口 家里人都在等着他带食物回去 如果没有充足的食物 他们将无法平安度过这个冬天 此时家里的翠花也在处理家里仅存的海豹肉 三岁的儿子也想为了家里处分离 也学着在洞里抓鱼 抓鱼哪有那么容易 一无所获的他只好哭着泡小妈妈撒娇 还给妈妈说自己饿了 翠花不由的回头看了看阿甘离开的方向 生活没有那么多的一番顺便 只有每次跌倒后的重来 阿甘拿着自己的皮草 来到一个海豹洞口 他打算在这里守住戴徒 透实的北极熊皮可以让他短暂的隔绝冰面的寒冷 为了让自己能在这待久一点 阿甘将手揣着 平坐在地面 可长时间暴露在北极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 并且还不能随便活动 身体也会很快遭不住的 他的旁边都已经有一只突就等待着他 可能是海豹已经受过惊喜 在洞口守了几个小时的阿甘也没等到一头海豹 随着天色慢慢暗下来 如果晚上刮起暴风雪 那是极其危险的 阿甘是在拿自己的生命给家人换取食物 阿甘知道这样下去只能是一无所获 他试着向洞里插入鱼叉 期待着能捕获一头大海豹 一头海豹足够一家人吃上一个月了 貌似今天的幸运女神并没有站在阿甘这边 一天下来他还是一无所获 而就在这时 阿甘被远处海鸥的叫声吸引住了 他打算来这里找一些鸟蛋 这些东西仍然可以让家人缓解机会 为了找到更多鸟蛋 阿甘爬到悬崖上 要知道此时的悬崖到处的是兵 一不小心都会摔下来的 阿甘艰难的在悬崖上安排 每走一步就让人为他捏一把汗 好在最后他成功拿到不少鸟蛋 这些鸟蛋也可以让他回家交差了 可这次的出门打猎 也让阿甘知道 这块区域已经不适合生活下来了 他们需要搬家了 因纽特人在北极极度残酷的环境下艰难求生 他们的这种精神真的很让人敬沛 如果大家想知道阿甘一家人的后续情况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